再继续前进会来到农民栽植的柑橘园区 许多爱好柑橘树叶的昆虫们依循着天生的本能 孤叶而同地来到这里汇集 演出一幕幕的生态大戏 现在我们就进去瞧瞧吧 莫古霄的花丛上 大凤蝶们不停地舞动翅膀 专心吸食花蜜 交配后的雌凤蝶四处寻找嫩叶 重复一次一粒的产览动作 直到老残凋零 完成世代交替的使命 另一位辛苦的昆虫母亲 卷叶橡皮虫 一边交配 一边就已经在编造摇篮 他们生来就是一个巧妙的工程师 只用口气和脚 就可以把一片树叶折卷成细致的御婴小摇篮 在产卵前为自己的小孩做好一个舒适的窝 地上这只红角系妖蜂妈妈 也专心地在砂质地上挖掘洞穴 准备把捉来的中丝送到洞里面 作为幼虫的食物 一只大胆的蚂蚁单枪踢马地走来 想把猎物偷走 到底结果会是如何呢 有机会您可以自己观察看看 一般人或许认为天牛是一种植物的害虫 一般人或许认为天牛是一种植物的害虫 最细密的花天牛却是帮助植物传花寿本的好帮手呢 而在一些被星天牛幼虫寄居的树干上不断流出树溢 会吸引来各类嗅觉灵敏的昆虫 像这只身穿盔甲 头上又有会夹人大钳子的敲行虫 就经常霸占的洞口 独自享用着如同天然泳泉般的美式佳酿 一旁的金龟子就显得大方的多了 不但不介意美食与伙伴共享 熊金龟还可以趁机和雌金龟交配 像这样喜气洋洋的画面 不难在这些野牡丹上发现 游客有机会的话可要记得来观礼祝贺哦 娇小的昆虫家族是大自然中重要的一环 然而体型的娇小却常常让人忽略掉它们的重要性 像是一般游客任意的捕捉 或是人为建设改变天然景观 都是漆地破坏昆虫数量减少的原因 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 为了使园区朝向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衍生 除了持续进行昆虫生态的相关研究调查之外 更定期办理昆虫研习营 和亲子昆虫油等活动 培养民众对大自然的情感 藉由摒弃宁神的观察 得到莫大的惊奇和喜悦